课前前请坐 家人们请坐 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 第135次的白阳圣信伦理研读 那我们今天同样要读的是 以朋友教的幸福 那我们昨天读的部分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复习 好来我们请淑娟 男平道计辞训 天真率性火之斗 茶纳雅言善道冲 明理行义怠慢 真知灼见 理欲灯 好吗 才华旅帝修道必备四要素 以上即为旅制训中训 第一段训文为本训 完成旅制 书行草 但日后连训即昏明懂了 才华旅地皆具足 修道者奠基础 各有才华累计公布 各有愿意互相持乎 互相成全无法孤苦 各有人量 人花善悦 以天令人有缘就度起出苦 白阳应运 同期循修当知物 因缘殊胜 好自奔前途 愿我托尔加紧脚步 困难排除 陆佛门至胜利 尽心修养正气足 以正底邪 无交望 虚怀若骨 法天地三不朽利 光耀门眉此生不虚度 好吗 两天起步 报真诚 经义感天 共诸间 都佛菩萨来相伴 九弦驱逐 佛光瞻 土耳感悟 习妄烈 超凡入圣 乐心田 祝福无图满心悦 心想事成天下欢 无我立他持悲悦 小处做起五夜凡 事在人为尽心意 真诚献出无脑凡 祝无贤途信心满 勇气智慧去佳天 如我保重守志愿 任理修真 无悔言 再来我们把底信这一页也读一下 好来我们请志恩 南平道计辞讯 人不知而色不韵 不失人言方贤真 超纯色王天心印 无为妙有古至今 盼则所以无穷尽 世教博学笃行尊 圣诗明辩自审问 备药达通在经轮 好的我们昨天是来到这一页 好来我们请那个停轩 南平道计辞讯 节目玉礼才修道 必须夕日轻重分 听闻正法旅地盛 世外桃源逢知音 掌握机缘定方寸 希望种子木甘宁 开产度化故起本 细水长流永如春 鸡语成舟正静润 光明磊落仍静青 好的我们感谢佛老师持悲 勉励我们每一位白羊弟子 也就是我们佛老师 民师的弟子 我们自我的要求 自我的修炼 这个功夫一定要很扎实 那倒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呢 所有的修炼呢 应该就在生活当中 好比说 节目玉 这个就是生活当中 我们要能够勤劳节俭 然后理财 理财也很重要 理财要以凡助胜 必须数日轻重分 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 轻重要分清楚 要众胜侵犯 听闻正法 理帝顺 这边特别讲到才华理帝 这个理 代表的是修道的办理 同修 理帝顺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尤其人和很重要 在一个地点 然后呢 大家在一起能够很和乐 这个就是理帝顺 那我们能够有这个 佛堂大庙 大家可以记在一起 听闻正法 这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大家在这里呢 也是他乡亦故知 所谓的他乡 就是我们从礼天下来 在他乡亦故知 回来佛殿 就像回来世外桃源 就像我们回来 我们的明德园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也希望把它经营成一个世外桃源 掌握基岩定方寸 希望种子目甘理 每个众生 都有希望的种子 这是仙佛 给我们的慈悲 所以我们 要给他灌溉 用功德水 用慈悲心来灌溉 用真理来灌溉 开产度化顾其本 细水长流 永如寸 每个白阳天使 要到世间的每个角落 不离不弃每个众生 只要有众生的地方 就有我们白阳天使 要去先扬真理 当然修道是要细水长流 也不是一时的 要长久的 所以要长长久久 不断的累积自己 充实自己 细水长流 积已成舟 正尽论 光明磊落 人 敬亲 也就是说 要让道变成一种生活 每天每天都是在这个道的沐浴之下 一切以道作准则 就好像一只鸟 它每天都必须用它的乙毛 因为要飞 所以当乙意丰满 就要善加利用 每天就是展翅高飞 我们人也一样 我们这个修道 也是要让道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做人处事的衣行 展现那种光明磊落 让人尊敬的一个白阳天使 好 我们继续要来讲 祭佛说理主时考验 那我们前面讲了两个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佛佛老师怎么跟我们教导 好 来我们请立平 祭佛说理主时考验 度众生有一次就成功的吗 没有 有没有常常碰到众生跟你说好 结果又没有来求到的 有 那你会起什么心 这时候就要想想 我们是不是得失心要再减少 我们是不是要再多做一些功德 回向给这些众生 是 还有一次回到家里 他家突然被抢劫了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有的财货都没有了 一贫如洗的时候 你们会起什么心 恐惧的称恨心 是吗 是 那你们的心里还有这些东西咯 好 佛老师这边跟我们讲了很重要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尽心尽力修办 但是也会遇到困难挫折 比如说我们想度人 尽了很大的心力 但是呢 还是没办法 度他求到 这个时候呢 佛老师说 我们就要多做一些功德 回向 那另外呢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万一呢 被抢啊 被偷啊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最喜欢当然是财货 一贫如洗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心 是恐惧称恨心呢 还是用一种慈悲的心 做功德的回向 那当然就是看我们用什么心 好 我们请文俗来帮我们读 祭佛说 旅主时考验 想想旅大仙能够通过考验 他会起 他会起魔心 感恩的心 你的东西都被小偷拖走了 还能感恩吗 这东西不带来 这东西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他一样如故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并没有起任何的心恋 今天在社会上 在你的职场上 你有所得 有一天失去的时候 会起什么心呢 你经营的家庭 有一天遭变故 会起什么心呢 伤心 是啊 修道要通过这个考验 能不容易 不容易 这些考验是不是生活 这些考验是不是非常生活呢 是 所以修道就在生活当中 考验也在生活当中 也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 也在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当中 万一遇到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东西被小偷偷了 佛老师这边点心我们 我们还是要用有一种感恩的心 或者是能够像那一种 这些东西呢 其实原本也不属于我的嘛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失去的就不要放在心上 就当做累生累世 欠他的 不然就是做功德好了 这样的心态 其实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 以前呢就有个 后学在读大学的同学 他就是为了被朋友倒债 跑去高雄找朋友 要去把钱要回来 结果被人家措手给杀了 人家找人来修理他 结果一不小心出手过重 就被打死 你看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对这些身外之物啊 有也好 没有也好 佛老师叫我们要潇洒一点 该属于我们的也是我们的 不该属于我们的 你强求也强求不来 就当做 如果被人家骗了 那就是累生累世欠他的吧 那也不要太在意 一直放在心上 非得把他要回来不可 那到最后可能会伤得更重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朋友这两个字 佛佛师尊者慈悲 我们来请诉诸 佛佛师尊慈讯 面对世事良方处 有得必能证人心 胜利遭遇行不论 孤寡悟患理一生 穷途末路举名灯 回到 故此理虎城 信愿行之巩固时 有经济条件扎分 好 白羊旗的修炼跟以前的修炼最大的不同就是 以前你可以不问世事 你抛家舍业到深山古洞寺庙道观修都可以 修清净 但是呢 我们白羊旗啊 每个白羊修士 是走入世的 我们要面对世事良方处 接着世事来锻炼 锻炼什么呢 锻炼 主要就是修这个德 所以白羊旗的重点在修德 清阳弘阳 以前的修行在 主要是修清净 修到明心见心 我们呢 不一样 我们要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来修德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有德精子 还得要 自己先端正 才有办法证人心 顺利遭遇行不问 在这个世事的 那一种 多变 人心多变 世事 很多 我们很难意料 叫做无常 这里面呢 就有顺有逆 我们呢 因为心中有一个准则 有一个倒作准则 所以呢 就算外在再怎么变化 我们呢 也不会呢 自己混乱 也跟着外面混乱 就说 行不混 孤寡 母犯 礼 一生 对于光寡 孤独 废极者 我们应该给予什么呢 更多的关怀 不离不弃 每个苦难的众生 这是每个白杨天使 应该有的那一种 慈悲心 穷途末路几明灯 尤其很多人 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 需要我们给他一盏明灯 就像 在暗夜里 我们为路人留一盏明灯 那也是在做功德 为导户 持离 浮沉 很多众生 很多我们的兄弟姐妹 都在这个红尘当中迷失了 就像走在暗夜里面 不知人生的方向 他需要有一个导户 这个导户就有点像是 你看啊 学校放学的时候就有 志工妈妈当导户 保护每个孩子 让他安全到家 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 每个白杨天使就是一个导户 每个众生就像那些孩子 他们呢 很容易迷失方向 如果没有给他安全的保护 说不定回不了家 信念行之巩固时 就像我们 信念行政一样 有信心 有愿力 我们才能够 走得长久 走得长久 才能够有所体振 才能够沉道 正道 有经济条件 扎根 这边佛老师告诉我们说 经济条件也很重要 那 法船也要有水才走得动 水就是财了 水就是财了 所以我们佛堂同时也是一个经营众生的心灵工程的一个地方 那是一种经营 经营它需要当然有一些经济条件 这个要扎根 才有办法走得长远 好 来我们再请陆老师 我佛师尊辞讯 勤勤叫一声徒儿鸭 佛言身高感知 应时应温来在这 困多利 耳朵感会听 希望多利爱坚定 立即 立定 自向 兴兴 希望多利 在办法 谢谢 烦恼 痛苦 希望多利 爱欢喜 勉立到 爱心 拥大 希望多利 爱好顺 好顺 北部 不贪 咱们 好 很好 很好 黄佛老师 慈悲妙法无边 用台语 买通 其实有时候在国外 用当地的语言买通 真的是万国教主 妙法无边 这边告诉我们 轻轻教身徒儿 告诉我们 每个徒儿都是佛言身后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所以 甘知道 你甘知道 应时应运来到这里 所以能够得寿民师一点 成为民师的弟子 也能够来到佛殿开这个华会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赶上这一场 这个应时应运 赶上这一场 那 倩徒学到 甘会听 甘知道 甘会听 这个听起来就是很窩心 结果台语话 台语有一些话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有味道 甘知道 甘 甘 这个有点好像 怎么讲 那个语言的表达 你用国语 就表达不出这个甘 对不对 好 你甘会听 你甘会 甘知道 甘知道 好 希望徒儿 爱坚定 要坚定 立定志向向前行 这个很白话啦 但是充满着佛洛老师对徒儿那种关怀 那种爱 就像我们刚讲那个导户 学校的导户 照顾每个孩子回家的路 佛洛老师也是希望 他也是这样子 希望徒儿要坚定 希望徒儿知道放下 不要被痛苦烦恼千惨 希望徒儿要欢喜 爱欢喜 要欢喜 要敏离 要爱心量广大 就多付出慈悲啦 多付出爱啦 希望徒儿爱 懂得孝顺 孝顺悟母呢 不肯慢 不要怠慢 不要 要把握时间 孝顺要及时 好 我们继续来读 李祖的死考验 佛老师给我们的慈悲 来写情 祭佛说 李祖时考验 李东斌有一次出门回到家里 发现他的家人一夕之间全部身亡了 难过不难过 难过 你们今天得到 求到 修到了 会起什么心 平常心 同情心 都不可能 你的亲人一夕之间全部离开人世 好比你的人生 碰到困境 刚开始 道根 还不稳的人 可能会埋怨 今天来佛堂 先佛没保佑 是不是 是 再来 有一些有道心的人 还会想说 法会的时候 问问先佛 究竟怎么回事 是不是 确实 这样子的考验 真的是 应该说太恐怖了 太大了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 这边讲说 有一天 突然你回到家之后 发现家人都死了 那你怎么能够接受呢 然后如果我们 是为了修半道 沿走他乡 然后回来的时候 遇到这样 那怎么办 会不会埋怨呢 为什么先佛没保佑啊 那到底 怎么一回事啊 可能你会很想 问问先佛 好 来我们 请苏坚 把我们 后面这一段读一下 女主思考验 那女大仙有起 这些心吗 没有 他没有起这些心 这些只是老天 在试验他而已 结果这些人 就活过来了 今天来道场 修道办道 不是要来求这种 福音 而是要你在 每一个环境当中 每一个渊源当中 能够好好解释 你自己的起心动念 好 原来这一切都是考验 后来呢 因为 离主没有起 我们上面讲的那些 埋怨的心 抱怨的心 不安 甚至恐惧 甚至要问先佛的心 好 没有起这些心 这些人就活过来了 来我们先请写琴 活佛师尊慈信 哈哈徒儿 聚一堂 美好天性来发扬 既是为怀 则任亡 莫要迷失 己信亡 任礼时修 精进办 把苦与乐 祭元郎 接应有元旗登上 把存在众 反故乡 人落后天 勿欲弊 熟知修心去左旁 烦恼挂碍 忧心智 岂知成功愿担当 刚刚呢 用台语讲 现在佛老师 敢用国语说 你看真的是妙法无边 用国语来讲 讲好好徒儿 居一堂 美好天性来发扬 这又有点押韵了 所以 这个 中国的智 跟语言 就是这么妙 大家能够居一堂 这个是多么美好的 济世为怀 责任亡 莫要迷失己信亡 重点在 不要迷失己信亡 要不迷失 自己的 严胎佛性 自己的真主人 自己的佛性 良知良能的良心 不迷失 得要有一个胸怀 叫做济世为怀 得要有一个承担 叫做责任亡 认理时修 精进办 拔苦与乐 济缘朗 就要做这种 天下第一等大事 就是 拔苦与乐 济缘朗 就是普度天下 苦难的众生 当然 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先精进 先任理时修 才有办法 自己 以身作则 自己先内胜功夫修好 才有办法来做这种 接引有言 旗登案 法船 再重 反故乡 众生愿不愿意上我们这艘法船 其实是看驾船的人 我们能不能给人信赖 能不能给人依靠 能不能给人有一种 上来就充满的法喜 能够觉得 登上法航 就好像登到人间净土一样 这样才有办法有那个接引力 接引的能量 色受力 人若后天勿意弊 熟知修心 弃左旁 因为每个众生来到人间 其实是接受锻炼的 但是有些人呢 不锻炼 还好一锻炼反而更沉沦 所以这个就是 很多我们的兄弟姐妹 这一些来人间 我们需要去救度 因为很多人都被物意所毙 所以呢 要把这一些去掉 就好比把左旁去掉一样 笑话神光 断背求法 把这些 在我们心中那些妄想执着物欲 要去掉 就像去左旁 那环脑挂碍 扰心智 起智 成功 愿担当 其实去左旁 也就是把我们的环脑挂碍都去掉了 这些要放得下 清净心 那个姓王才会出来 那个真心 那个佛性才能流露出来 好 我们继续来读 我们 好我们请立平 国后师尊词讯 谎起使命物清放 勇往直前了愿长 善恶两途 即择选 抛开思念 寻正方 择善而从真君子 良袖分盼物迷茫 睁开慧眼来明透 物迷困阻而荒唐 情侣正路有中性 风急以静得芬芳 明确自己知方向 努力耕耘建蓮香 好吗 要明白自己的方向 努力去耕耘 才能建蓮香 莲花铺皮香 也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当然要先扛起使命 要那个承担力要有了 另外呢 要勇往直前 要有那个愿力 愿力很重要 另外呢 善恶两途一选择 就是 我们自己 上天在善恶分盘 我们选择善就好好的 择一善 前前福音 抛开思念 寻正方 择善而从真君子 学习 言回那种 择一善 前前福音的那种真君子 所以 言回成为负圣 良幼分盼物迷茫 这边讲就是善幼分盼 就像良幼 好的跟坏的要分开一样 增开慧眼来明透 莫迷困住而方唐 就很多人呢 就是这个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法眼 都有一个慧眼 那这个要把它打开来 当然没有明师打开是很难 但是打开了呢 也得要自己 人家说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自己要好好修 有些人求了道之后 继续在那边荒唐 那就太可惜了 行礼正路有中心 走在人身路 要很小心 要走正路 然后呢 不离中心 公己以境 得分方 要求自己 责己以言 待人以宽 待人以宽 所谓的宽就是要有恭敬心 也恭敬呢 才能够把一个人的德性 彰显出来 叫做得分方 明确自己之方向 努力更赢 见良心 好 我们再来读 第七个考验 来我们 请 这个 志恩 继佛说 吕主时考验 刚刚讲中有砥柱 有一天 狂风暴雨 河水涨得很高 也泛滥了 他跟一些同乡的人 涉过了水 结果所有的人 在河水中碰到这种 滔滔的滚水 他们都尖叫了 他们都感到非常恐惧 也就是说 生命有可能会消失 走在生命尽头的时候 你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恐惧 会 那吕洞宾怎么样呢 没有 你们真的都是以圣贤的境界 在看圣贤了 是 他真的就是这样 不动身色 定静的功夫够不够 够 接下来这个考验是一场狂风暴雨来了 有时候代表一种很大的考验 像那种八一刷席历史上 白羊史上的 很大很大的考验来了 很多人都很害怕 很多人就放弃了艳丽 但是李洞宾不动身色 定静的功夫 就在考验他够不够 来 听先帮我们读这一页好了 一般人在碰到灾变的时候 一定会惊慌失措 是不是呢 是 所以平常就要有定静功夫的涵养 才能在危机来的时候 保有这种清零的智慧 守住你这真主人 还能在这种时候 让你的真主人当家 再来 李洞宾曾经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 突然 有一个美若天仙的美女 来敲她的门 白般的想要诱惑她 你觉得吕大仙会怎么样呢 不动心 现在这个社会 你们常常拿着小小的东西 或大大的东西 划来划去 偶尔总会不小心看到这样的图片 会不会动心呢 现在这个时代 诱惑非常多 如果守不住你的心 随便一个诱惑来 你就跟着堕落了 是不是 是 好 第八个考验是色考 就是有一次 李洞宾在读书的时候 突然有个美若天仙的美女 来敲她的门 甚至给她百般的诱惑 那这一些 现在有没有呢 现在虽然没有美女来敲门 但是手上的手机就很多 所以 这个佛老师讲的也很实际了 就是说 这些 手上拿着小小的东西 或是大大的东西 划来划去 而会不小心看到的图片 那问说 会不会动心呢 可见这个时代的诱惑非常多 我们要能够守得住 随便一个诱惑来就堕落了 那不行 好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凝聚 太和正能量 这个世间 太需要有太和正能量 就是说 让每个人都 首先心平气和 才有办法 让每个人的心境 能够提升 那个 像我们修行者 慈悲的能量才花得出来 好 现在 我们请 菩萨低眉 就是眼观鼻 看到鼻头 对不对 鼻观心 那从这个看到鼻头再回到明示一点 你会有感觉 代表我们有受明示一点 有打开这个玄关一窍 所以你会有感觉 感觉代表它是开启了 好 这个时候深呼吸 好 深呼吸的时候 不是只有用鼻子 还要用我们的意念 在玄关的意念 把太和元气吸进来 到丹田 到前身 到脚底 然后再敷出来 好 一呼一吸当中 就是靠我们的意念 把太和元气 天地间的太和元气 就是那个深深不息的那股能量 也是正气 也就是正能量 把它吸进来 到前身 充满前身 我们今天呢 读到 跟昨天也读到 李主 有各种的考验锻炼 这些考验锻炼有十个 你知道它怎么通得过呢 其实就是心不要动 心不要乱 不动心 心不乱 不受诱惑 要能够心平气和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考验来了 我们也可以练我们的太和 深呼吸 让心平静 所有的考验锻炼 就不起作用 就会被你好像 那个葫芦盖打开 就收掉了 就化掉了 这个考验锻炼 对我们来讲 反而是一种成长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 学习到这边 那我们感谢天师德 也谢各位前景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充满正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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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